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兔子打了个大大的喷嚏 这个喷嚏打得小兔子眼睛胀胀的脑袋有点懵 我打喷嚏了一定是有人在想我了 会是谁呢 打这么大的喷嚏 这个人一定很想我吧 小兔子撑起晕晕的小脑袋 突然灵光一闪 肯定是小狐狸 小狐狸是一个月前搬来这里的 搬家那天 小兔子选出了最大的胡萝卜 送给这位新邻居 以表示自己对小狐狸的欢迎 小狐狸做了一顿很丰盛的胡萝卜午餐 回馈小兔子 自那之后 小兔子经常带上自己重的胡萝卜来找小狐狸 小狐狸每次都会留小兔子吃午饭 小兔子一蹦一跳的向小狐狸夹 跑去 看到小狐狸正坐在院子里看书 小狐狸小狐狸 你在干什么呀 我晒太阳呢 你这怎么又带胡萝卜嘛 这还没到午饭时间呀 小狐狸笑着 看小兔子 小兔子小脸一糊 我刚刚突然打了个喷嚏 书上说是因为有人在想我 小兔子一板正经的说 我想来想去 应该是你在想我吧 啊是的 小狐狸挠挠头 有点不好意思 小兔子突然觉得脸有点热 我回去拿胡萝卜了 说完便跑了 小兔子在爬胡萝卜的时候 看见胡萝卜的旁边 还有一束花 向了一块给小狐狸带去 他凑上去闻了闻 啊这 这个喷嚏打得猝不及防 没过几秒 小兔子又打了一个喷嚏 这一下面前的小花朵 如经历狂风暴雨般 变得光秃秃的 嗯 一定是小狐狸又想我了 真讨厌 小兔子抱起胡萝卜 又向小狐狸夹跑去 啊小狐狸小狐狸 小兔子没有见到小狐狸 在院子里边大声叫小狐狸 怎么了小兔子 小狐狸正在做饭 听见小兔子的声音 系着围裙 就一脸焦急的跑出来了 嗯你 小兔子看着 系着围裙的小狐狸 声音不自觉的 就软下来了 你是不是又想我了呀 可是你不能总是想我呀 你看花都被我的喷嚏打走了 小狐狸举起手中的花孤独 小狐狸笑了笑 快来吃饭吧 一会儿小兔子 看着满桌子的菜 却开始打起了 一脸串的喷嚏 小兔子 你是不是感冒了呀 小狐狸担忧的 看着小兔子 啊 原来不是你想我呀 虽然你打扮你不是我造成的 但想你是真的呀 小狐狸一把抱住了小兔子 你要不要想我呀 晚安 小狐狸插呀 小狐狸